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锐经红井景区全面升级 2020江西飞移购物节产品展播 甘州紫山酱油 古法酿造 传承公益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举行听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在家听领导及听机关全体干部参加学习 会上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厅长池宏委托 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 省文物局局长丁兴权 传达了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团组审议讨论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栗战书委员长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 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 全国政协第13届三次会议精神 日前南昌市的鹿鸟王国新建区象山森林公园 两万多只小鹿鸟正是是非 场面甚是壮观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 新建区象山森林公园最后一批小鹿鸟孵化成功 两万多只小鹿鸟成为鹿鸟王国新居民 它们在成年鹿鸟的带领下振翅是非 进行第一次飞翔 迈出成长路上重要的一步 为今后的捕食和回迁做好准备 作为2020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成半地 干州围绕文旅融合产业引领 结合干州文旅项目引领产业发展的特色亮点创新 全市打造了79个重点项目 33个考察和观摩重点项目 瑞金市作为此次旅发大会重点考察观摩的线路之一 重点提升和打造了夜平革命旧纸群 红景景区浴血瑞金石景演绎等项目 展现出瑞金旅游产业的新面貌 这里就是持命中外的红景 1933年4月主席从夜平搬迁到沙洲坝以后呢 他就发现了当地群众饮水难的问题 于是在9月的一天 他和警卫员小吴就来到这个池塘边找水源 后来在主席的带领下 没几天功夫 一口直径1.2米深渊6米的水井就挖好的 为了使这个井水呢更加的清澈 当年我们毛主席呢 还亲自下到这个井底铺砂石垫木炭 此后沙洲坝人民都结束地引用脏糖水的历史 喝上了清澈甘甜的红景水 1950年 瑞金人民为迎接中央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的到来 维修了这口井并取名为红景 同时在井旁立了一块牌书写着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以示对毛主席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红景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 甘甜的红景水滋养一代又一代人 是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密切联系群众 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的历史见证 为了更好地还原当年的旧貌 景区也对红景周边的环境进行了改造 今年呢我们全部把它改换成了这个水稻田 其实呢就是为了符合当时的还原一个历史风貌吧 你看在苏军时期呢 我们的妇女她是有这样一种风俗 就是妇女们她都是不下地干活的 后来主席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就叫贺子珍先带头 先到田间地头去干农活 后来乡亲们一看 贺子珍同志都已经下地干活了 所以后来呢在田间地头 我们都可以看到妇女的深夜 因为在苏军时期 大部分青壮年男子 他都到前线去参加了红军 那么这个家里的农活呢 就是由妇女们 就把这个家里的农活全部要挑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田园风光区呢 它也是让这个游客 可以还原一段历史风貌 为了让参与此次旅发大会的嘉宾和游客 有更好的游览体验 景区门口的停车场进行了扩建和改造 铺设了沥青 此外景区内中央部委就职的外墙上 也彩绘了3D立体漫画 描述了当年苏区群众重粮史支援前线 以及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工作人员 收发报纸等情景 这里呢就是中华塞共和国卫生史料陈列馆 我们这个卫生史料陈列馆呢 它是共分成了三大部分 首先呢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 它这是中央苏区的卫生机关的一个旧址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健康报社 那么里面呢它还有中央工农 红军卫生学校 以及红色医院三个旧址合在一起对外开放的 那我们这个馆呢 也准备在全省旅发大会期间对外开放 欢迎大家到这里来参观游览 陈列馆采用旧址复原陈列 与辅助陈列相融合的承展形式 通过文物史料图像书画等方式 展示当年苏区卫生工作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辉煌历史 在陈列馆内 黑板上书写的苏区时期颁发的 苏区卫生运动纲要格外引人注目 据介绍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 军民的卫生防疫工作 为了提高苏区军民的健康素质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和颁发了一系列文件 号召军民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利用各种报刊杂志 进行卫生防疫的宣传教育 我们可以看到 在苏区时期还颁发了苏区卫生运动的纲要 在这个纲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也是说得非常的具体和详细 其实苏区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 它是比较难开展的 因为大部分的群众 就是卫生安全意识还是比较差的 那么主席他们来了之后 就颁发了很多这样的重要纲要 就提出要通光隔五六天要把床上的被窝拿出去到太阳底下面 然后晒上半天 你看它就提得非常的具体和详细 然后你看这个要通气 房子特别是睡房 要多开几个窗子 我就觉得很值得我们现在学习和借鉴 随着2020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日益临近 景区从基础设置 物品资料列尘 讲解水平 卫生环境等多方面发力 积极筹备 努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办会环境 提升特色亮点 充分发挥当地旅游资源优势 突出文化特点和地域发展特色 展现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新业态 以最佳姿态 喜迎旅发大会的召开 在中国的美食里边 在构成美食的配料里边 有一种味道必不可少 那就是酱油 一滴酱油从蘸汁到完全融入一盘菜肴 清蒸红烧焖煮 酱油成为一名厨师烹调好坏的秘诀之一 在于都县的紫山镇 就有着这么一种古法酿造的酱油 它有着400年的酿造历史 也曾经登过龙门 是清朝的贡品 现在的它是赣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地人骄傲的告诉我们 它的味道不一般 我们这个味道的话是 在你第一次闻到它 然后进嘴的话 然后这种酱香味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独有的 这个二十余种中草药的配方 这个有一种淡淡的清香味 你用鼻子慢慢地吸到一种回味感 对 它很强 这个是任何一款酱油 是没有这种特点的 这也是我们400多年的一个 一个老祖先留下的一个精华 好酱油就如同好酒一样 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独特的环境中酝酿 在时间的流逝中发酵 一瓶古法酿造的紫山酱油 选料必须是本地黄豆 从挑选大豆 进喜 蒸煮 发酵 到最后的晾晒 至少要经历一年的时间 我们这个是少有的那种 高颜稀态发酵法 我们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就像刚刚我在跟你说的话 我们这个从头到尾的话 至少要一年 足时的一年时间 才能出点产品 最漫长的等待就在于 晾晒发酵的过程 即所谓的日晒夜露 我们晚上的话 要打开来要夜露 为什么叫做日晒夜露 就是一年时间 然后通过白天的话 通过阳光的照射 促进它微生物的一个生长 然后晚上的话 就是吸收这个夜间这个露水 让它把这个沉淀 不好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 这是古老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酱油也要吸收日月精华 是吧 从头到尾的话 就像我们从最初的那个 玄豆 然后到金豆 然后蒸豆 亮豆 然后到最后的话 一个出品的话 熬制酱油 然后出品的话 我们差不多要十几道工序 最短的时间的话 就要一年时间 就这样一年甚至是三年 一口古法酱油 才算是真正出缸 六十公斤黄豆 历经三年晾晒 最终只收成七八公斤酱油 天然酿造酱油中 甜 三味巧妙融合 也因此被评价为酱油中的奢侈品 市场上的普通酱油 大概只要七八块钱一斤 而经过时光历练的紫山酱油 价格可是不便宜 这样一瓶三年沉的紫山酱油 价格足足是普通酱油的十倍 八十元一斤 这么贵的酱油 市场能接受吗 因为我们紫山酱油的话 是有着丰富的一个历史地域在这里 然后可以说是 在整个干南地区 还是非常有灵气的 不管是老一辈的 还是年轻人 他们都对于紫山酱油的话 还是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情怀在这里 特别是老一辈人 他对紫山酱油的话 他还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情怀 然后他也知道这个东西非常好 也好吃 然后特别有一个老人家 差不多将近七十岁了 然后早上天还没亮 我发现边上有动静 那个护卫边上 看到一个老人家 那个时候也是天气也很冷 差不多十一月 十月份的样子 说明这个老百姓的话 还是对于我们这个紫山酱油 还是非常喜欢的 很认可 很认可的 致富思源 富而思尽 毅力坚固 紫山酱油 积极响应当地号召 热情参与企业精准帮扶行动 为当地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并且在原料采购上 优先考虑当地村民 从建厂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做这方面的工作 就像包括我们厂里面有个师傅的话 他也是属于是本村的一个屏中妇 然后的话我们也是长期批评他在厂里面 来务工码的做事 这个也可以给他生活上解决一个很大的一个润饱 经济上的一个问题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大豆 大豆的话我们是在 也是在周边这个乡镇去收购的 然后每年的话 到了可以种植大豆的时期 我们会免费的提供这个豆种 去给他们去进行个种植 然后以他们那个市场的更高的价钱 我们就收购他们 然后这个的话可以促使他们 平均一年的话 可以增加两到三万一个收入 一手创新一手传承 在互联网家的大潮下 紫山酱油也积极开拓销售渠道 不光是由线下销售 还在各网商平台开设了网店 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真正地道的古法酱油 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从6月13号起 我省将依托江西飞夷集市等网络店铺 线上线下联动开展2020江西飞夷购物节 打造飞夷产品云逛街模式 届时大家能通过各大网络平台 了解购买紫山酱油等百余种江西特有的飞夷产品 商美式看美景 旋转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首期江西台客户 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